就是把底下這個如何說明讓它刪掉 我上個禮拜講過 記得刪掉它這個按鈕會變形 記得如果你不要讓它變形的話 就是把那個什麼佔要資訊 這個大小位置不隨 所有改變要設定一下 另外的話 藍位名稱可能要把它加上 這個藍位名稱 可能也把它加一下 這個要姓名好了 這樣的話呢 就有點像我們一個資料庫 A欄是姓名 B欄、C、D這三個是乘七 那主要就是填上這三個 另外這三個是自動產生的 OK 那要怎麼去做程式的撰寫 表單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如何做表單 表單一 請各位先點到開發人員 二的話點到Visual Basic 接下來的話記得 我們的這個邏輯函數 這邊的話前面講過是 所謂的什麼呢 按右鍵有沒有插入模組嘛 不過插入模組 上方有個叫什麼 插入 主要那個表單是從什麼呢 自訂表單這邊 OK 也就一請你什麼 在那個一樣喔 跟插模組一樣的動作 只是說我們就選上面這個 自訂表單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我產生 按右這邊把它點下來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 類似一個這個叫表單 那這個表單當然你如果直接執行它 上面有個執行有沒有 它會秀出來 上面沒東西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讓你 你要放的那個選項在上面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它關掉 我恢復了 所以這邊可以執行嘛 所以現在沒東西 所以我們待會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在上面設計一些東西 然後呢讓它執行的時候 讓使用者去填一些資料 OK 所以喔 1 按右鍵 新插入自訂表單 2的話呢 那我們習慣是由外而內 那怎麼由外而內呢 第一個就是 我要先 我們可以參考什麼 這個雲端上面這邊有個設計表單 將Excel當成資料庫存資料 這邊打開來 那其實上面我們就是完成第一個畫面 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 有哪些地方要去修改的 第一個的話 我們由外而內 外面有哪些 第一個 這個上面好像不一樣 還有呢 背景顏色本來灰的 我把它改成綠的好了 淺綠色 那怎麼做喔 OK 請各位 插入這個表單 2的話上面改成績系統 那怎麼修改 請你找到什麼呢 右左下角這邊有一個叫屬性的 那目前呢 這一個表單叫 Name叫User form1 那它的左上角這個東西 有另外一個屬性 其實屬性就設定了 叫做caption 所以C開的caption 這邊的話請你改成什麼 比如說我要把它改成成成績系統 所以你就在這邊說 輸入成績系統 四個字 按個enter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caption有沒有 成績系統 enter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1 這個 就幫我改掉了 有沒有 1就OK了 所以要 插入那個自訂表單之後 修改caption 叫成績系統 OK 那再來的話呢 背景顏色 如果灰的看起來 不太好看 如果你不改沒關係啦 如果你要改怎麼改 其實顧名思義喔 這個東西喔 就是它的背景顏色 因為這個屬性怎麼樣 它因為都是英文名稱 所以其實喔 你可以 如果你看懂基本的英文 應該都知道了 它的背景嘛 背後的顏色嘛 背後的顏色呢 這邊有沒有單字叫back color 有沒有 所以其實呢 你就知道說 back color 那我就怎樣 我就直接選它 然後點調色盤 選一個顏色就可以了 有沒有 變綠色了 特別是喔 底下所有的這些 這些屬性 都是可以拿來做設定的喔 只是說 我們暫時沒有用到 如果你將來要用到 請你按照上面的意思 去推敲 我想應該還是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只是說 我們大概改兩個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 暫時沒用到 我們先不要動它 好 再來的話 要做什麼 就在這邊放 所以 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這個 基本上 接下來 我們這個 這個叫標籤 英文叫label 這個叫textbox 這個叫command button 所以基本上 會用到 三個工具喔 label 標籤 這個叫textbox 文字方塊 command button 就是按鈕 那這個三個東西在哪裡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剛剛不是用到那個 就是這個工具箱有沒有 這邊有工具箱 當然如果你工具箱不小心關掉 沒關係 上面這邊也可以點工具箱 又出來了 那首先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游標放在大A 其實大A就是什麼 就標籤 所以待會我們要用這個 放四個就對了 一二三四 用什麼 用大A喔 ok 那小A小B的話呢 其實你游標放上去 它叫文字方塊 其實就是textbox 然後把它再做四個 最後一個是命令按鈕 叫command button 中文意思叫command 叫命令按鈕 所以基本上工具箱裡面 只會用到一二三 那其他呢 暫時還不會用到 但如果你將來 你要做比較複雜的表單 有沒有 包含什麼 多選的 跟單選的 還有放圖的 其實這上面都可以再加了 只是目前我們先不要做那麼複雜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讓人家可以填 剛剛那個四個問題 OK 那怎麼做 我們先用標籤 標籤的話就這個 大A的 點下去 先拖拉 一個大小 這麼大 然後呢 在上面修改它的名稱 Label1不對 我們要叫姓名 姓名怎麼改 一樣嘛 這個上面的字 請你找到caption 一樣 跟剛剛有沒有 那個表單上面 然後這個名稱 我們叫姓名 把這個字打上去 Enter 不過會有幾個問題 怎麼樣呢 這個字好像太小了 我如果大概要這麼大 第二個的話呢 底色的顏色可能要想要變更一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還有字的大小要變更 那怎麼變呢 特別注意 請你點呢 字的大小 字嘛 字這邊 英文名稱叫縫 有沒有 那它預設的話呢 叫姓姓名 不過旁邊 你點這邊之後 這邊有個小小的按鈕 3點 點下去 它會跳一個視窗 字太小 把它改大概18好了 18 目前沒動 然後按確定 字都放大了 稍微把它拉一下 大概這樣子 再往裡面擠一下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字的底色 如果它變的話 底色剛剛的 back color 如果它預設現在是綠色 換個顏色好了 換一個淺黃好了 反正這顏色可以變 那字的顏色 如果現在是綠色 如果不行 黑色吧 你可以改成什麼 前景顏色就full color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調色版紅色好了 OK 好 這樣姓名就有了 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其他還有什麼 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試考核 有另外有三個對不對 其實我建議 如果它理論上是要再點 然後再拉 再設定 可是問題 其實好像剛剛動作不是都一樣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這個 複製 貼 這樣就可以 修改裡面的caption 就OK了 你說複製貼 按右鍵貼之外 你可以這樣拉過來 或者另外還有一招 我習慣講 拖拉加上Ctrl鍵 這樣會比較快 有沒有 一個 拖拉再加Ctrl鍵 兩個 再拖拉加Ctrl鍵 三個 有沒有 然後再去修改這個 這樣子 好像比較快一點點 OK 當然如果你拖拉之後 假如說不是很準確 比如說Y7扭8 而且間距不一對不對 怎麼辦 很簡單 先把這四個一起選起來 做什麼呢 上方有個格式 你可以什麼 它一個對齊有沒有 對齊什麼呢 主控向的左緣 你可以先對齊一下 另外間距不一對不對 格式裡面有什麼 垂直 應該是什麼 垂直間距怎麼樣 相等就好 它就全部排整齊了 OK 所以如果說將來 假如說你這四個 做出來複製完之後 如果它的位置不OK 你可以把四個一起選起來 然後讓它對齊 讓它垂直或水平間距調一下 這樣它就會變得整整齊齊的 OK 這個蠻重要的 OK 再來的話就是 這是大A 旁邊要做什麼 小A小B 拖拉一個 對齁 然後 再把這一個怎麼樣 一樣複製 把它那個調一下 看到它兩個好像 高度不一對不對 你可以講 先選 從左邊選過來 然後呢 讓這兩個什麼 格式裡面 對齊 主控向的上緣 OK 有沒有 它就對齊這條線 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下來 一樣 Ctrl鍵 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複製之前 它那個字 Font的字的大小 好像都9號字 所以你填那個 填性的字太小 所以什麼 一樣 把它填大概18 剛剛是18 所以把它改一下18 然後 記得從Font旁邊按一下 這邊有個小按鈕 把它改18 然後利用這個呢 Ctrl鍵按住拖拉 一個 Ctrl鍵按住拖拉 兩個 Ctrl鍵按住拖拉 三個 OK 那一樣的 選這四個 然後格式裡面對齊 應該左圓吧 已經對齊了 然後隨時間去設為相等 它就OK了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 沒有說感覺亂亂的 沒有排得很整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 Commend button 命令按鈕 把它拖拉一下 把上面的名稱 Caption 改成新增 Enter一下 字的大小一樣 Font有沒有 旁邊有個小按鈕 改成 不用18 14好了 差不多 不要太大 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最後再把這個表單 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那個 讓它這個大小 比較符合它那個 應該有的位 或者這幾個也可以把它再移動一下 全部一起 看你要移到上面一點點好了 這邊再把它稍微調一下 看起來就比較整齊一點 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按一下上面的這個執行 它就跳出來了 可是目前當你現在點啊 輸入都不會有反應 因為我們現在程式還沒寫 寫完之後就可以把資料填上去了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先試一下 我剛剛講 一按右鍵 插入資料表單 二的話呢 就是由外而內 成績系統的這個 caption 然後顏色是back color 再分別 這個大A 是這個 小A小B 是這四個 command button 特別之外 就命令按鈕 再加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